本港新一波疫情再起 出入境防疫措施持續 大批需要頻繁跨境往返粵港澳的市民 和嫁人團聚無期 疫症之後 她現在回不來香港 幾個月後 我女兒為了遇到小孩 也沒有辦法請假回來 看著一個小孩 始終她的孫子幾歲大 對家庭來說就很麻煩 或者有工作的家庭 對家庭也不太好 因為小孩小 沒有父母照顧也不可以 但只是阿嬤、阿爺照顧 阿嬤、阿爺也幾十歲 有什麼事上來也不知道怎麼辦 又開始疫症到現在 有成年時間 都做不到健康碼出來 那我得來講真的很失敗 但香港政府做來做去都做不到 只是得到港澳 好像我說幾十歲的人 想說見到一個女兒都見不到 你說多慘 等一個月等一個月 那我得來講 應該政府 香港政府和澳門政府 應該體諒一下 那些跨境工作的家庭 或者你有健康碼 那就可以健康的人 讓他們過班 現在香港可以負面了14人 希望澳門政府 體諒這些工人 有關住跨境家庭 爭取盡早通關的立法會議員表示 特區政府要果斷推行健康碼 加快和內地一些鄰近地區 落實恢復跨境旺返 收了千多個個案 即有千多個的求助 裡面有很多 有些多數都是家庭成員 在內地 多數都是在深圳 有很多都說 其實他們從疫情開始 關口 我們暫停了那個運作 到現在 其實十個月了 大家都沒有見過家人 所以其實對這些家庭來講 有一個和家人分隔兩地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和他們的情緒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也很希望特首可以有一些措施 真的做到清零 政府要考慮 就是可以做一個養濟的檢測 同時也要提供一些誘因 包括一些可能的津貼 又可能是其他一個防疫措施的放鬆 令到市民覺得應該要一起參與 上次做的時候 剛剛就是第三波的疫情開始穩定 市民未見到那個疫情的迫切成 對他們來說 都沒有一個動力 或者有因去做 所以其實現在 社會上有一批市民 有一個很大的聲音 就是說 我寧願腸痛不如短痛 就是因為現在疫情的變化 我相信市民的願意參與率會高了 是在所有人的確保 所謂的確保 都沒有人 不然是為了 是為了 沒有人 在這幾個月 是為了 我們有些人 的確保 我們有多遠 我們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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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